今天是中秋十六 我刚刚下直播 因为我跟北京有15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我为了跟我的那些老同行唱歌的主播连线 我就早晨5点钟就爬起来了 今天连了一些我的老朋友歌手 像朱晓琳啊 张继红啊 孙孝一啊 李勇啊 还有新生代的歌手剪影 但是我最最开心的是今天跟我的老朋友王雅民的连线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并不是说我跟他连线 我长了多少粉丝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 我今天的收获是这儿的 就是之前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呢 就是在直播间里唱歌的时候 我到底是应该唱我自己喜欢的歌 还是应该唱大家喜欢的歌 今天雅民他分享了很多老歌 也都不是他的代表作 但是大家都特别喜欢 他跟我解释了怎么样做到一个歌手在直播间 自己特别的高兴 同时观众也觉得特别嗨 我觉得扭转了我过去的一个就是纠结的点 就是我在唱歌的时候 我自己呢可能会喜欢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曲 像Bossa Nova的清爵士的歌曲 或者是拉丁音乐 我特别的有一种愿望 就是能够把这些的音乐放在我的直播间里边 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是这种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所以大家对音乐的欣赏习惯 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所以就很多的时候我就特别纠结 为什么我唱这些歌你们都不喜欢呢 然后我今天跟雅民的连线 我就觉得我为什么非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就跟我做了自媒体以后 我的成长是面对不同人的对你的反馈 对你的评判 你都能够接受 它不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那为什么在直播间我会有一种情绪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疑惑点 我没有想通 今天跟雅民的连线 我觉得我有特别大的收获 它就是让我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我觉得以后在我的直播间里 我真的没必要非要去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喜欢那些小众的歌曲 也可以唱一些大众的 我自己喜欢的 大家也有带助感的那些老牌歌星唱的歌曲 为什么不呢 这样我高兴大家也嗨 我想说大家也快乐 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但是说到代表作 我觉得我还是要有一个调整 就是我过去唱我的代表作 一首歌轮个五六遍七八遍 那个频率太高了 我就问他 我说雅民 你一晚上开直播好几个小时 你的代表作我的中国龙 你唱几遍 他说我一般就唱一遍 所以我就理解了 你看人家这么调整 我为什么非要代表作翻来覆去唱 我可以每个代表作唱一遍 剩下来我就把大家喜欢那些耳熟能详的老歌 一个一个一手一手的拿到直播间里翻唱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样我高兴大家也快乐 我享受大家也有代入感 所以今天我跟王雅民的连线是我最最大的收获 我特别的感谢他 所以我要做一个小视频分享和记录 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和我自己的收获 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 下次直播再见